天同化露如果碰到文昌文起 走虎右臂天葵天叶 这六大吉星来相助 那么他是等于 有福分又有财又有贵人 本身又很有气质 哇这种人怎么样 根本就可以呼风唤雨你知道吗 最不喜欢的两颗星记下来 欢迎大家来到指挥斗树讲座 在指挥斗树命盘里面 有一颗星最享福的 过得最幸福快乐的 就是天同星 天同这一颗是蓝斗第四星 是福星既有消灾解恶 延年益寿之功 但它最重要的 它是全是有修 今生才能够享福报 因此如果你是天同咒命或大县碰到天同 你却没有福可以享 表示你前世没有修 那你这一次得好好的修 为你的下一次累积福报 天同会受到几个工位的影响最大 生年干 还有工位的工干 它会造成化路 化钱跟化祭 天同没有化科 这一点非常重要 来接着我们先看天同的化路 天同做命工的人 他非常懂得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也是最理想的修行人 那如果你不走修行 你就必须进入工家机关 因为天同代表利人 古人叫做官吏的利 叫利人 因此你一定要进入工家机关 你也不进入工家机关 那就一条路 天同代表闲邪欲经八卦 你就必须邪命理 好 这三条路告诉你了 那么天同化路 如果碰到火星灵星 阳刃陀螺 它可以激发它什么 奋发徒降 所以最不怕四杀的就是天同 天同本身懒散 哎呀有享受习惯 那火星灵星 阳刃陀螺 可以激发它产生斗志 而能够提高成功的机会 像我天同在财博宫 做阳刃 你知道吗 那个努力的就要打拼 来 天同化路跟路纯 如果同工 或者对工 那么它的财气很旺 一定要掌握这一条 天同化路 如果碰到文昌文起 走虎右臂 天窥天夜 这六大吉星来相助 那么它是等于 有福分 又有财 又有贵人 本身又很有气质 哇 这种人怎么样 根本就可以呼风唤雨 你知道吗 众人所仰望的对象 那么天同化路 最不喜欢的两颗星记下来 那个叫做空结 如果天同跟空结一同工 它的得失心非常的重 然后也会胆大妄为 而招致破财的情况 这一点务必要记住 所以天同化路 最怕的就是空结 那么有替代方案 应用替代方案来化结 至于替代方案怎么操作 因为涉及到隐私 请你加入一支花 或者你自己操作 天同因为它本身就是享福的 所以有化钱就可以激化它 化钱注意哦 生年杆是钉杆的 你的大线走到丁杆的 你的流年走到丁杆的 都可以让你的天同化钱 所以十年之内 也有两年你可以奉花图强 那两年奉花图强 你就可以怎么样 转换你的命运 那么这一个化钱 可以让优柔寡断小孩子的星 转换成什么 积极果结 所以它就可以让天同星 展现沟通协调的能力 而有解决问题方案的才能 这一点很重要 好 天同化钱 不管坐在十二宫的哪个宫位 都会减少这个宫位 所引申出来的人事物的纷争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么也可以帮助命主 做出非常正确的判断 而条理分明 遵守规则 你看天同化钱最棒 天同星一化钱 在事业的职务上面 它能够掌握 而且支配它的管理的潜力 因为它这样子 肯定它在事业上 一定会有卓业的贡献 而它事业成功的表现 就在丁杆造成天同化钱 这一点务必要掌握 天同星化剂 比较麻烦 要注意听 天同星一化剂 主心理跟精神层面的困扰 所以当你的天同 在十二宫又碰到化剂星 来纠缠的时候 你在这个宫位所掌管的事项 必然会产生人事物的碰撞 而产生心灵上的困扰 不只是会有单纯 在精神生活上有问题 而且如果天同化剂 又碰到煞星 不怕 那碰到空节的话 在田宅宫 你要告诉你 非常恐怖 你不是在家里启笑 你就是你的左右灵机 是启笑 你的楼上登咚咚 你住楼上 下面给你框框框 你左右灵机 天天找你麻烦 如影 随形 天同星 如果反映在 染你的感情方面 当夫妻宫 或者是福德宫 有天同化剂的时候 就会产生感情上的困扰 常常陷于苦恋 现在的网络流程词 叫做什么 叫做念念 你会没有办法自拔 这一点很重要 尤其是天同跟剂门 两个同工 其中有天同化剂 或祭门化剂 祭门化剂是丁杆 天同化剂是根杆 那么他的感情困扰 终生以他为伍 你知道吗 一辈子的精力 都在搞感情的问题 天同星化剂 表现在神经衰弱 精神患散 焚不守舍 这样的人 一定要替代方案 或者你很麻烦 来 接着我们看 天同属水 陀螺属金 阴煞已知同度 那么就会产生什么 你知道吗 产生金生水 结顶聪明 但是在聪明之中 他会不择手段 而得到什么 他要得的利益 跟目的 那么如果是拟命 现在男女都一样 两性平等 那么在感情方面 一定要处理好 或者你被感情一纠缠 你就会造成财物的严重损失 来 接着我们来看 天同星如果化剂 在六亲宫 那他们的关系 很容易 刚开始非常好 最后都是什么 恶脸相向 老死不相往来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么天同化剂 如果在父母宫 那么如果有空节的话 那么他们父母 长辈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恶劣 非常的恶劣 来 接着再看 夫妻宫 最不宜见到天同化剂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表征的你们有情人 很难成为贱属 所以我在批着一支话命盘的时候 如果看到天同化剂 又遇到撒星在夫妻宫 我都叫他高唱 这一季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沟起 我们一支话 如果有说到我这一句话 你就要怎么样 天天念 才能够消灾解恶 消灾解恶 那么最重要的 天同如果化剂在六亲宫 你跟六亲之间很容易反目 翻脸 不相往来 相忘于江湖 不要相濡以沫 这一点一定很重要 天同心化剂在极恶宫会加重病情 如果再加上陀螺 加上灵星 那么会转成什么 慢性病 你一定要怎么样 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 趁年轻 趁你身体还很好的时候 赶快应用替代方案来做调整 来我们集一个案例 这个是年轻人的案例 那么他当他的大县走到26到35岁 进入夫妻宫是听干 太阴化禄 加上天同化钱 进入兄弟宫 兄弟宫代表成就位 因此他也在大企业认识 那么他能够发表什么产品 因为天同非常重要 天同化钱 发表了就是有关命理的产品 最重要是太阴跟天同 都代表公职 代表历人 历人 也是什么 相似这位年轻人 也要把他的丁干 祭门化祭进入本盘的父母宫 又遇到阴煞 一定要执行替代方案 我们讲都讲烂了 祭门最佳的替代方案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命理 不然你就要去当鸡童 不然你就要做民俗疗法整级 要不然你就要当公庙的通灵人员 这是祭门唯一的替代方案 都把白话给讲穿了 那你如果这样情况的 一定要善用你的长处 发挥你命格的专长 你要把你的祭门 应用替代方案 把它疏通化解掉 天同心最重要的结论 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它是福星 所以你要在你的现实环境 掌握你可以享福的事件 加以发挥 发挥最好找丁竿的功位 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条件 你要寻找在你的伙伴里面 是生年丁竿的 命宫丁竿的 它就可以帮你创造 引导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天同要掌握跟入存 这样子你的被动性收入 就会更大 第三点 天同化剂 如果在你的大县流年本命 有在碰到空节 你一定要走修行命理 或者进入公务部门 这三大方向要掌握好 那天同如果碰到阳刃陀螺 火星零星 它有激发 你可以快速地成就你 但是如果化剂再进来 那么你的成就会衍生出很多的麻烦 要收拾烂摊子 这就是最重要的结论 谢谢